今天天氣真好 最適合去一間遠離凡囂的cafe 大家好,我是肥仔嬌 歡迎大家和我們一起發掘一下香港特色的cafe 今次我們去了一間近大美篤山寮旁邊 由一個白色貨櫃改裝而成的cafe 叫Mr.Catigan 這間cafe是我去過最特別的cafe 一間小小的cafe只是開星期日的2點至6點 店主本身是一個時裝設計師 但他對植物情有獨鍾 所以將一塊農田改裝成一間cafe 讓客人可以接觸到植物之餘 亦有個地方可以喝一下食物 cafe的旁邊還有幾塊農田 可以給人做下假日的農夫 這間cafe正正可以幫店主實踐 和分享到他們的生活理念 這間cafe到處都滿佈了植物 有仙人獎、太陽花等 可以給大家打卡、拍照 除了打卡之外 這間cafe的homemake食物都很不錯 我和攝影師1點就到了 而其他無名而來的客人都陸陸續在排隊 因為室內只有1張桌 如果想有冷氣炭的朋友 就要早點到 當然坐在外面也有足夠的風扇 令大家不太熱之餘 又可以親親帶自然 這間cafe以輕食為主 甜品有蛋糕、多士或批類的食物 而鹹食有牛角包 而飲品方面 雖然沒有一般咖啡店的立體 cappuccino 但他們也有些水果梳打水 令人覺得很清新 這次我們點了兩杯梳打水 還有一些水果多士 還有朱古力蛋糕 我最欣賞就是他們的朱古力蛋糕 只是看他們的外表都已經覺得超級吸引 濃濃的朱古力醬包圍著朱古力蛋糕 濕潤的朱古力蛋糕很有口 但最棒就是一點都不甜 表面還有些lux豐富口感 加一顆大大顆的車尼紙 整個蛋糕的味道都很溢 而它的水果多士雖然很簡單 但同樣食材也是很新鮮的 另外我那杯石楼梳打 雖然只是糖水加梳打水 但細心的位置就是糖水是分開上的 不用開頭喝的時候很甜 到最後就沒什麼味 可見這間也是一間著重細節的cafe 另外店裡有一些文青的小手式 和一些home make的果醬可以買 有得吃又有東西看 這個小時真的過得很快 好 時間就差不多了 喜歡看我們介紹cafe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 喜歡的給個like 分享給我們的閨物聽 這裡有些好去處 還有可以留言告訴我 看看香港還有什麼特色的cafe 到時候我們可以一起去一下 那好吧 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